过了有半年多 他才恢复到正轨上 往事不堪回首 哼 做你的饭 我去换衣服 欠他爸的人情 他爸可是市长 不是谁都能欠到他身上去的 而且他能感觉到 他那个市长老爸 特别的待见莫世谦这个男人 持欢换了身舒服的居家服 闲着无聊 又不见了 跑到厨房去找莫世谦聊天 看他做饭 嗯 一个大男人 怎么这么会做饭呢 按照你的逻辑 你一个小女人 怎么食指不沾阳春水 什么都不会做 哼 我这么漂亮又会赚钱 要会做饭干什么 你笑什么 他将洗好的菜 放在砧板上 你过来 他看着他 干什么 过来 对上他漆黑深邃的眼 他有种莫名的说不出的心计 甚至会大脑空白几秒钟 心头一动 他走了过去 过来 心头一动 他走了过去 男人 男人突然伸手 就将他捞进了怀里 池欢还没反应过来 他就已经低头 将他吻住 池欢觉得 站着接吻 显着脖子疼 一吻结束 末世仙低谋看着他这一言难尽的表情 你这是什么表情 你太高了 下次不要站着吻我 我好辛苦啊 下一秒 他人就突然被抱了起来 他忍不住撑倒 喂 你干什么 现在你高了 头低下来 池欢看着他 他坐着 我下去 还没说完 男人单手扣着他的后脑 迫使他低头下 重新贴上了他的唇 第二天 天色刚刚亮起 池欢被一阵急促的门铃声给吵醒 他起床气很大 隐隐约约听到声音 他听起就在床上翻了好几个圈 但最终那铃声非但没有停下 反而越来越吵 谁什么缺德啊 大清早得扰人轻梦 池欢 你再不去开门 我去了 他脑子一清醒 一公路从床上爬了起来 你不准出来 不管听到谁的声音 发生什么事 你都给我好好地待在里面 平时被人撞见他在他的公寓没什么 可现在太早了 有个男人这么早出现在他房间里 说不是从他床上爬起来的 他自己都不信 哎呀 这么大早干什么 啊 一阵鞋带着冷地的静风袭来 他还没怎么看清楚眼前的人 手腕就被扣住了 那力气大的让他谨慎的瞌睡都烟消云散 几乎要脱口尖叫墨世迁的名字 麻痛袭来 他一张脸都皱了起来 晨光昏暗也足以让他看清楚眼前的男人是墨西固 他捏拳一下子冷静了下来 你大清早的发什么疯啊 墨西固俯视着他 一双眼里泛着血丝 晨光 你让墨世迁对亚冰做了什么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你给我放手 墨西固冷笑 他现在人都被你弄不见了 你跟我说 你不知道 晨光忍着手痛 对上他的眼睛冷笑 哼 被火弄不见了 他低头盯着他 没说话 面无表情 哦 看来你已经认定了是我 我说不是 也没什么意义了 晨光闭了闭眼 因为手腕太疼了 像是骨头随时都要断掉 你再捏着我的手 我就让人把他的手给折断 男人的呼吸明显一沉 盯着他的眉眼 也愈发阴智 但几秒后 他还是把手松开了 晨光边揉着自己的手腕 垂着眼眸笑 哼 莫先生 我还真的不知道 我闲得无聊 把素雅兵弄不见 是为了什么 既然你不知道 不如你告诉我吧 我没记错的话 从取消婚礼的那一天开始 我可是走在路上遇见了 都保持没落的状态 只有你们两个 一直持续不断地骚扰我 他昨天晚上给我发短信 说我们之间是一场错误 他配不上我 我该取的人是你 让我重新回来找你 智华 你跟他说了什么 哼 他不见了 你该找的人 难道不是莫夫人 他才是这个世界上 最不愿意你们在一起的人 至于我 哼哼 难道你认为 我还有想要跟你在一起的打算 或者念头 我妈不想让我跟她在一起 从不隐瞒 她对雅兵做过什么 也不逊隐瞒 她说跟她没关系 那就是跟她没关系 何况 难不成 她还能资光到你这个 她最重要的儿媳妇身上 莫夫人是她的母亲 她这么信任 无可厚非 持欢就是不明白 为什么要扯到她身上来 她自己都心虚呢 卧室里头还睡着个男人 莫西顾应该也不会 无缘无故地就找上她 问题无非是出在了苏雅兵那 哼 那就是苏小姐让你觉得 是我对付她了 真不说我说 就她这种抓不住重点的炙烧 无聊又愚蠢 想嫁进豪门 还真是挺困难的 持欢 持欢 你还不承认 雅兵就是从接了你那个保镖的电话 开始精神恍惚 说了一些奇怪的话 然后昨天晚上就不见了 不是你 还能是谁 持欢一愣 倒是争住了 莫石谦 看她的表现 沈小孩以为自己说中了 正要再说话 手机的震动声突然响起 莫石谦 持欢听到这个名字 头就心虚地低了下来 那个混蛋竟然在他的卧室给墨西谷打电话 万一被发现了怎么办 莫少 听闻你在哪儿苏小姐 你消息倒是挺快 哦 就隔着一张门 那必须是很快呀 她没敢去看卧室的方向 只希望自己没听到那男人的声音 他们也不会听到 有一种随时会被捉奸的刺激 三千万 下午五点之前 我让你见到她的人 莫石谦 说过她少一根头发 不等她说完 那端低笑一声 自己的女人看不住 就别指望能对我做什么 语调有多清淡 轻蔑的意味就有多浓稠 话落嘟的一声 电话断了 莫西谷阴着脸 手指几乎将机身捏得扭曲 池小姐 我可以进来吗 池小姐早上有朋友来吗 我只买了一人份的早餐 不是朋友 两位现在可以请回了 池桓 你的保镖绑架了亚兵